中国西北部的新疆地区受强风席卷 哈密地区也引发了沙尘 降低了能见度 乌鲁木齐则有多趟航班受影响 上千名乘客滞留机场 新疆乌鲁木齐遭到时速达102公里的强风袭击 广告牌被撕裂 树木倾斜 就连道路上的护栏也被刮倒 部分房屋建筑受损 行人举步维艰 脚踏车骑士也因为无法继续行驶 被迫在路旁避风 乌鲁木齐地窝铺国际机场 星期六也有一百多趟航班被迫取消 上千名乘客滞留机场 新疆哈密连续三天也刮起了六级以上的大风 局部地区阵风甚至达到九级 沙尘大风天气也影响能见度 穿行的车辆纷纷开灯和减速 也就是在十几米左右 然后都需要打开雾灯 打开双闪 才能确保这个行车的安全 恶劣气候也给当地居民造成不变 除了紧闭门窗 出门时还得戴上口罩 感谢观看